李文啊 就是李敖的長女 他就說 他未來人生恐怕就完了 我這話講得很重 他列出九項 孫安祖未來可能遇到的困境 包括一 以後難找工作 他就只在美國 對 台灣可能也蠻難的 台灣也蠻難的 對 因為他有這種壓力 你現在全台灣 他的知名度可能比很多那種 線上的藝人還要高 全部人都認識他 然後也知道他做過什麼事 所以他的領業那麼好認 他將來在台灣要找工作 都會蠻難的 包含他爸媽都會被影響 然後他說他的警察夢睡 因為他本來想當警察 然後再來是 他很難拿執照 包括孫安祖希望效法李昌玉 哪見識專家的證照 也不可能 再來是他不能擁有武器 再來是他不能借款 哇 他連不能借款 這個事情是大事 不能入境很多國家 這也是大事 不能入境很多國家 表示說在某個部分 你失去了獨立跟自由性 對 再來是拿不到獎學金 跟助學貸款 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我想 孫鵬他們家的經濟還不錯 再來他不能參加 實習的工作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 再來他不能參與 有興趣的工作 再來是信用出問題 不能申請水電租金跟信用卡 我想如果他有前科 信用卡這個部分也有可能 那我想請教一下游老師 你覺得他未來的挑戰困境這麼多嗎 我覺得大概有幾分是真的 比如說他提到一個孩子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前科 中間其實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人其實有兩個面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專業者 那我今天可能是一個武器方面的專家 可是我中間如果被人家認定我沒有愛 我可能就會變成一個暴力分子 對不對 我今天是一個醫生 可是如果我缺了那個愛的時候 我很難變成華陀 那這個部分的一個認定確實是這樣子 當然有一些東西我也不完全同意 就是說他的這個規格裡頭 好像在形塑一個人叫做偉人 他可以回到凡人 我覺得他的教育真的出的問題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部分是 我們希望把一個孩子放在一個高位置 那那是金字塔的頂端 可是我不一定要變成金字塔的頂端 我可以變成底端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凡人 我做我自己 我今天只要把我的專業的本質學員 我做得很好對不對 我開了一家很棒的麵包店 我照樣可以生活 就肯定不是他們認定的那個分數 學歷 劉美 劉鷹 我來買魚 買菜賣是OK的 因為我有 你剛剛談到那個賣魚的 我就認識一個賣魚 我跟他買一三十年 有人就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跟那個人買 他每次都跟我講 我覺得很專業的東西 然後他沒有騙過我 他跟我講說 這個魚你不要買 因為我明天再幫你送來 你要的那個深海的 對不對 他會告訴你這是養殖的 養殖不是你喜歡的 因為你跟我買了三十年 我覺得你好專業 又好誠實 我一買三十年 我沒有問過他學歷 可是我很喜歡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雙鷹主 有一天也需要回到這樣的一個角色 賣魚就可以變成一個專業 對對對 做我喜歡的 做我會的 做我懂的 那我是這個方面的一個行家 對 我就不會被這個設限